江西的梦龙潭与朱许人客居在京城 他们偶然来到一座寺院 见殿堂僧舍都不太宽敞 只有一位君游四方的老僧暂住在里面 老僧见有客人进门 便整理了一下衣服出来迎接 引导他俩在寺内游览 打电中素着手足都做鸟爪形状的制弓像 两边墙上的壁画非常精妙 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 东边墙壁上画着好多散花的天女 他们中间有一个垂发少女 手捏鲜花面带微笑 樱桃小嘴像要说话 眼睛也像要转动起来 朱举人紧盯着他看了很久 不觉神谣异动 顿时沉浸在清心爱慕的凝思之中 忽然间他感到自己的身子飘飘悠悠 像是架着云雾已经来到了壁画中 见殿堂楼阁冲冲叠叠 不再是人间的景象 有一位老僧在座上宣讲佛法 死诸众多僧人围绕着听讲 朱举人也掺杂战利其中 不一会儿好像有人偷偷牵他的衣襟 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垂发少女 正微笑着走开 朱举人便立即跟在他的身后 过了区区折折的栅栏 少女进了一间小房舍 朱举人停下脚步不敢再往前走 少女回过头来举起手中的话 远远地向他打招呼 朱举人这才跟了进去 见房子里寂静无人 他就去拥抱少女 少女也不太抗拒 于是和他亲热起来 不久少女关上门出去 嘱咐朱举人不要咳嗽弄出动静 夜里他又来到 这样过了两天 女伴发觉了一块把朱举人搜了出来 对少女开玩笑说 腹内的小儿已多大了 还想垂发学出女吗 都拿来头三耳环催促他改书成少妇发型 少女羞的说不出话来 一个女伴说 姊妹们我们不要在这里久待 恐怕人家不高兴 众女伴笑着离去 朱举人看看少女 像君一样形状的发际高耸着 梳发际的凤钗低垂着 比垂发时更加厌绝人寰 她见四处无人 便渐渐地和少女亲密起来 兰花设香的气味沁人心脾 两人沉浸在欢乐之中 忽然听到猛烈的皮靴走路的坑坑声 并伴随着绳索哗哗哗哗的声响 旋即又传来乱纷纷的喧话争辩的声音 少女惊奇与朱举人一起偷偷地往外看去 就见有个穿着金甲的神人 黑脸如漆手握绳索 提着大锤很多女子围绕着她 金甲神说全到了没有 众女回答 已经全到了 她又说 若有藏匿下界凡人的你们要立即告发 不要自己找罪数 众女子同声说 没有 金甲神反转身来 像鱼鹰一样凶狠地看着周围 向妖进行搜查 少女非常害怕 吓得面如死灰 慌张失措地对朱举人说 赶快藏到床底下 她自己则开开墙上的小门 藏皇逃去 朱举人趴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 不久听到皮靴声来到房内又走了出去 一会众人的喧道声渐渐远去 朱举人的心情才稍稍安稳了一点 然而门外总是有来往说话议论的人 她心神不宁地趴了很久 觉得耳如蝉鸣 眼里冒火几乎没法忍耐 但也只有静静听着等待少女归来 竟然不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了 当时孟龙潭在大殿中 转眼不见了朱举人 便很奇怪地问老僧 老僧笑着说 去听宣讲佛法去了 孟龙潭问道 在什么地方 老僧回答说 不远 过了一会儿 老僧用手指弹着墙壁呼唤说 朱施主游玩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归来 立即见壁画上出现了朱举人的像 他刺耳站立像是听见了 老僧又呼唤说 你的油半久等了 朱举人于是飘飘呼呼从墙壁上下来 灰心呆立目瞪足软 孟龙潭大尾吃惊慢慢问他 原来朱举人刚才正浮在床下 听到寇强声如雷 因此出房来听听看看 这时他们在看壁画上那个年华少女 已是逻辑高竅不再垂发了 朱举人很惊异地向老僧行礼 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老僧笑着说 幻觉生则人心 贫僧怎么能解呢 朱举人胸中郁闷不舒 孟龙潭心中则惊骇无主 两人立即起身告辞 瞬间而下出门离去